亦接近調整 如果你看到油價 其實一直中要把油門搅上去 現在的球 Dot是在B$90 於等附近水平 线Это尖銷 調整 其實調整幅度並不是很大 我會說過之前 就是那個供求,金面可能又會供多一點點 你看美國那邊的經濟數據,其實又不錯,做得挺好的 還有歐美方面,其實現在說整體經濟重啟的機會都繼續做下去 還有應該不會太差,你看看歐發押的疫情感染,死亡數字等等 我相信無論去看哪個搜查或者世衛出來說,其實都是一樣 歐美方面的momentum有多大,對於油的動力其實相對上在 除非油組出來就說要不停地大增產,但又比較難 另外的因素是什麼呢?烏克蘭方面始終比較緊張 如果那方面有一個局勢升值的時候,對這些油的刺激作用 其實相對上會是大,因為你少了一個比較重大的出口 是會有一個不同的因素在這裡支持 所以對這些油股來說,在這個moment來說是值得繼續留意 前面股的話,我就會選一隻中石油 中石油其實你整固完,今天總得投出來 有機會就抽回四個二流上 所以如果你想選一些限相對上落後一點點 然後其實它的業績,其實兩隻油股也是做得好 有些油價又飆升上來 所以如果你看業績也好,基本因素也好 你看外衛油價也好,你再看技術走勢也好 你借857其實你整固完之後再進行一個突破 其實都是可以一個跟進的股份 那向下,反而如果你向下跌回去 就是這個整固區的底部 3.79你便進行短期的止施 不過除非你那個油股,油價應該說 你突然之間去大堆下去 才會令到可能這兩隻油股 就是這些支持位置都會穿進去 穿完下去,我覺得其實都應該要守紀律的 那你技術,即是減一減補,或者先走一走 你等它穩定了,再回去才再買一個 我覺得就算甚至油價,它有機會調整一下 它調整的幅度都未必很深 就是你起碼是這個時刻來看 無論你是供求關係,或者經濟重啟 或者地緣局勢,政治都好 你都很難令到油價可以去大跌 當然不能夠說完全去排除任賞的可能性 始終你是做投資 但是如果你萬一看到它 就是向下對得很深的時候 你才再看看到時候 有些什麼因素出來分析 才再分析